大家好欢迎来到梦腾多知理财频道我是迈克那这一期呢我想谈一期就是跟房地产听起来没多少关系的 但其中会涉及到一些房地产方面的信息 所以大家务必要听下去 那好让我们直播主题吧 那这一期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前几天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迈迈迈 聊一下为什么这个时候去迈迈迈呢 去那边待了几天往那些什么地方吃什么地方 是不是会货很大的费用 然后我会跟大家聊到那边 就在迈迈迈就是South Beach的房地产市场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离开迈迈迈的一些自己的港务吧 那首先呢谈一下我们为什么去迈迈迈 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儿子呢他公司就是7月4号嘛 这个这一周他有公司放假 所以他想去一个地方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心血来潮 他跳到迈迈迈 冬天去了差不多 这个时候去討伐钱找最受吗 现在这个时候 离着福罗里达走 走对吧 我们是 我们不是维着福罗里达走 进到福罗里达的意面 并且到了福罗里达的最南边 福罗里达之外最南边 家族 欢迎找最受吗 但是没办法 使命的赔金子嘛 我就跟他去了 我们去的时候是礼拜六找不到那三点钟 三点多吧 从家离开 然后回来的时候是礼拜一 早上三点 差不多就是三天三夜吧 在我们这次旅行的时间 然后我们实际上 这个坐飞机挺方便了 我们到机场去 到费城 然后坐飞机差不多两个多小时 就到迈阿密 然后我们接着来告诉我们 都玩些什么地方 做什么地方 吃什么美食 好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迈阿密的地图 那我们那天嘛 就是差不多 我们是六点飞机 差不多八点多吧 就到机场 迈阿密的机场 然后迈阿密机场后 我们就下了飞机 我们的酒店就是在South Beach Hotel 从这地方到South Beach的话 有几个途径 第一个就是坐taxi 或者叫Uber 还有呢就是叫那个 坐那个公交车 就是bus 我们考虑来考虑去 因为来比较早嘛 时间比较充益 我们就坐那个bus吧 然后旅途中还能看到 周边的风景 所以我们就选择的 坐那个公交车 公交车挺好的 都有空调什么东西 我们觉得这个选择是没错 然后它主要是 它价格也是比较便宜 我们两个人的话 那个单程嘛 就从从 从Airport到这个hotel的话 就是两块两毛五我记得 两个人就四块五 然后差不多坐了四十分钟吧 周边的环境也挺好的 所以我们也就顺利的到达了这个South Beach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下车后差不多走了五分钟吧 就到了那个 这个South Beach Hotel 这样就是我们坐的地方 我们下公交车就立刻感到一股热烂 就是非常潮湿 总而言之就是说还好就是只有五分钟时间嘛 所以一下子就到了酒店了 然后到酒店之后 那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到坐这地方 因为坐这地方嘛 那就是我们就是想我们对这个城市说实在的这些大都市啊 这些地方一点都不感冒 我们就想在这个海边沙滩啊这些地方走动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地方 因为这地方说实在的就是非常方便 去这个沙滩吧 其实海滩可能就走路就是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这地方 然后我们要到那个 Miami这个对岸啊 地方就是可以做Uber 或者做那个公交车也行 那我们住这地方我们第一天呢就是 因为来的比较早吧 所以当时撤印的时候那个 那个酒店那个房间还没准备好 所以我们就把那行李换那边 那我们就出来迷失 呃就在吃中午饭吧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叫林肯罗 这地方他就很多那个 呃吃饭的地方 我们就选了一个就是说 就是我儿子选的就是西班牙的放厅吧 吃的那个西班牙的那种花腿 所以那天我们中午吃那个放一大盘吧 就是各种花腿肉 还有起司啊什么东西 吃的挺不错的 呃 花了差不多五十美金吧 那个 等会我可以跟大家算一下总账 呃 那盘差不多三十美金 然后喝两杯就是啊 然后 加上税啊 加上那个 Service Charge 这个Service Charge 现在那个是好像是成了一个风气啊 就是说他 自动就要扣你百分之二十 你没有选择的机会 所以他就自动从那个站单上扣你百分之二十 反正到最后就是五十美金左右 好了我们吃了这之后嘛 就到这地方 那一天吧 就是在这地方撞 在这边撞优 嗯 挺不错的 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太热了 虽然这种距离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因为那个温度太热了 嗯 实际上那个吃完后吧 我们 我们就在这个海滩上撞了一枪 然后真的受不了 我们还想去游泳 呃 在沙滩上游泳 就Miami Beach游泳 但是那个 嗯 当时好像住住一个那种双层沙发 就是海滩的沙发 他说两百五十美金 一天 哇 那个那个天价 你想想住个酒店一天 差不多就两百多美金 然后 租个沙发这么贵 那当时我们就没租 那个十七块钱一个小银子 那就是你租两个小银子的话 那就上都还行 所以我们当时 呃 但是刚好我们 我没还没换那个游泳裤 所以当时 找不到换游泳裤的地方 就是跟你要换游泳裤 要走出去 到找的地方 去换游泳裤 那我们当时一看这个 这个天气这个温度 连都不想走 就想到谁去 但是要换裤子 所以后来想想 那就没去了 所以我们当时就 就想算了 就 就又回到酒店去 然后到酒店 我们酒店上面 那个 就是那个酒店的 顶楼 它有那个游泳池 所以我们就在游泳池里面 待了一小时吧 一多小时 挺累的 但是因为早上起了挺早的 呃有一下游泳 所以游泳挺爽的 所以我们就到酒店里休息一下 然后就接着就出来 暴走 为什么说暴走 没办法 因为那第一那天的天气真的是热 感觉那个加上那个湿度 真的感觉40度 我们两个人 呃平常就是暴走是没问题 但是那天早着确实是很难受 因为就是汗流加倍啊 所以那个要喝很多水 嗯感觉到是 嗯真的 第还还好是第一天 所以我们还是能僵持下来 所以我们那天嘛 就在这里 这地方一直走着走着 这地方 到这个 这个 South Pointy那个 Park Pier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站桥啊 你到这个站桥去走着一圈 然后你看这站桥上这个 我们看这两栋楼 这些楼的 这 这个就是Cundo啊 这工艺 这个高层工艺这些都是天气啊 呃 这是这些这些工艺不是说 呃三百万啊 这也不是说几百万啊 有些是几千万啊 嗯 几千万的工艺 等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工艺的价格 听到你会真的会吓死人 然后这地方现在更贵的是 这个叫Face Island 等会我会跟大家在 呃 讲这边的房价 呃 这个 在Face Island的话 这个 这个它是一个非常那个 隐私性比非常好的 因为它没有 你想上去的话 除非就是做直升飞机 或者是做 呃 坐船 暂时没有可以通航器的 所以它是非常隐隐 隐蔽的一个私人的一个 对 一个一个导义吧 所以就是 很多就是名字嘛 现在这里买 然后这些 这个房子的价格 公寓的价格吧 都是天价 可能比对岸这个 这个South Beach 可能还贵一些 等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就知道 实际上就那天 我们在这边 就走动 然后这地方呢 再放大一点 这条路呢 叫Ocean Drive 呃 如果大家去这 去这地方的话 肯定就会去这个 这条街 这条街呢 是非常有名的 这条街 它的 东面呢 就是一个海滩 对吧 然后跟海滩那个 这家呢 是一个叫 Lumas Park 呃 是会成一个 长条形的一个公园 呃 这公园呢 是很多人在这边活动啊 然后这地方 有很多那个 活动器材啊 还有沙滩 还有沙滩排球啊 这些地方 所以这个 人家运动啊 跑步啊 还有那个 还有降生的地方 这边很多降生的器材 就是适合那个 在露天 所以这也是叫 Muscle Park 就是给你动量身体的地方 那他在这个 Ocean Drive这个地方就是 很多就是有那个 古巴的风情的 那个酒店啊 餐厅 然后那天晚上 我们就在这地方 找了一家 就是 不是酒 不是古巴 风情的酒 呃 餐厅吃饭 我们我们在这个 墨西哥 餐厅吃了一个 呃 他说叫火锅 呃 看起来像火锅吧 吃起来像火锅 就是好像放了很多肉 那中间是有些那种 汤汁 让你这样汤汁吃那些肉 呃 呃 看起来挺挺丰盛的 也就是 但是吃起来感觉 总是感觉就是活不死 吃完后 我们就在在这个 Park市里边坐了一会儿 八点钟左右吧 就就感觉要回去休息 因为早上起来挺早 所以我们就走回去 呃 比较早的就入睡了 然后第二天呢 我们就 做了那个叫Toe Bus 从这个 从这边坐起 然后就 到对岸 然后这个桥 这个这个桥两边 这个这边吧 都是很多是住宅 都是名称的住宅区啊 别墅啊 那些地方 很多都是几千万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那种Cruise的Port 就是很多那种 好游轮吧 在这里停靠的地方 就像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坐游轮的 停靠的地方 然后我们到这地方之后 这个这个Bus呢 这个Toe Bus呢 就带着我们去Wingwood Wall 就是街上的艺术吧 呃 博物馆 对 画了很多画 我们就坐着那个车 呃 让上面撞 呃 还好那天早上就是很早就下了 呃 呃 两三小时的雨 然后我们坐Bus的时候 那也刚好停了 所以那天气还比较凉爽 呃 那个Wingwood还很接受 说那天是早上是比较享受的 呃 就坐了那Bus 在这在这边撞 然后那后来我们就 那个从这地方 我们就坐了那Bus 到那个利特哈瓦那 呃 这地方就是那个 古巴风情的那个镇子 的小镇 然后我们在这边吃了 就那个古巴的三明治 那个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很很精致 呃吃起来呃挺好吃的 那个挺饱的 然后我们做Bus就把我们送到那个Base And Marketplace 这地方去 这地方就是海边了 啊 在这个 这个Miami的海边 然后在这地方呢 我们我们坐了Uber到这地方 四级美金吧 差不多 对到这个地方 看的那个Miami的Designer District 然后中间这地方我们还看了一个Museum 那Museum叫什么Museum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对 也是花了十几美金吧 我们这些 这个Museum的话就是靠你想象力了 嗯 然后去到这地方 这地方后那个雨越来越下来 然后我们又爬到这地方去 这个就是Miami的Designer District 这个地方就很多时尚的街道啊 还有那种商店啊 我们就在这地方 所以我们实际上跑这地方避雨了 所以我们 雨下越下越大 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也逛不了 所以我们就在地方就可能逛了几家吧 然后决定 嗯 那不想去别的地方了 因为那雨夜下来大 那去别的地方都都会淋湿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到酒店休息 所以我们就坐着那个又叫Uber 因为本来可以叫那个Bus 但是太不方便了 要走一段机体站到那个Bus Station 所以我们就直接叫Uber吧 那就是为了啊淋湿 所以就坐了Uber到我们酒店去 所以我们叫酒店去就休息了 好像一下午吧 然后我们就到了十家 我们就跑到这个地方 坐着Uber 又跑回市中心去去吃饭去 吃了什么饭呢 去吃那个叫Cajun 就是那个绿色纳风味的 那个小龙虾的那个Hogi 味道那个饿鱼肉你不说 是不是饿鱼肉 刚开始因为是猪肉 什么鸡肉之类的 但是那个后来是常受恶意啊 就是就能感觉还是不一样 不是很喜欢 但是也可以吃 但是吃不多 因为它里面可能有点 有点腻味吧 因为里面有些筋啊 有些可能比较肥腻吧 那个感觉有点腻 但是还好它恋爱不多 那个小龙虾 小龙虾因为它里面那个调味弄了很多 所以也不知道有多新香 反正吃完后 花了八十多美金吧 就包括那个小费啊 包括那个加税啊 那是就是三个菜吧 八十多美金 然后我们吃完后就到那个地方做那个cruise 这cruise的话 这cruise的话挺不错了 它仰这个 这个内海吧 这地方开完后 在这地方又绕回去 然后这个介绍这些地方住的那些民人啊 哪哪些地方哪些豪宅啊 在这些岛上哪些民人的豪宅啊 所以那天我们我在这地方了解了不少 民人在这边的豪宅 比如说那个拉丁美洲那个唱歌的那个Ricky Martin 还有那个Jennifer Lopate 对吧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还有就是那个Jacky Chan Jacky Chan好像他都放在在这地方 在这地方 然后还有那个Pop Daily 唱Rap好像那种歌手 嗯还有就是那个Lena的CEO 就Lena就是美国第二大将商 就是我们能搞婚礼层的 都知道他在他的这个地方好像 也有一个别墅 嗯然后还有就是那个David Vickant 就是那个英国那个球星 他这边也有一个豪宅 还有就是那个Carmen那个Electron 又是歌手又是明星样性 好像很多投降 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娱乐界了 是是那个什么是科学界的名人 好像华光诺贝奖金是伟哥之父 嗯然后他在这边的豪宅是非常大 非常漂亮 大家看这张照片是知道了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 他是他门口那个棕榈树 比其他家都更高更僵庭 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比较聪明 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家的棕榈树 都比较高比较僵庭吧 哭了之后我们又回到这地方 然后我们就因为坐后 差不多时间也就八九点了吧 我们就达到恢复了 我们就坐着那个呃 坐那个又叫Uber 然后又跑这地方去 然后我们在这个Ocean Drive 就刚才说的就是有那个古巴风行的 酒店啊那个地方又停停下来 又在这地方就从头 从这地方一直走到 从南走到北 边散步边看两边的呃风景 呃感觉不错 也同时就说消化自己的呃 往往仓 所以然后但是就是唯一不足的就是 他的那个温度 确实是呃 回去还是是汗流加倍 虽然那天就是下了很残的雨 啊把这个温度降低了一些 但是还是呃真的是受不了 ok然后那天我们还在回酒店之前 还逛了一下convenient store 就是那个CVS啊什么东西 对去买了啤酒 呃Hennigan吧 买那种逛装的呃买了几罐吧 然后回去我们就一整一罐呃 呃太热了就得喝那种冰冻的啤酒 把自己的温度降下来 所以喝完啤酒呃我们就 非常满足的呃就去开休息就休息了 然后最后一天第三天我们就起床 然后checkout就把那个我们checkout的话 因为我们不想在那个我们 因为要要跑这地方去嘛 然后我们又要跑到那个对岸的市中心嘛 所以我们不想再再回去拿行李 我们就坐着Uber跑到这地方去 把那个行李寄托在这地方 一个行李好像花了七美金吧 寄托在这地方 然后就轻装上路了 然后我们就又叫了Uber到这个地方 Witskaya这个museum就是一个庄园了 这都是我儿子的主意了 像这种地方就说museum啊 庄园啊 然后我是一帮帮 那时候我儿子所到地方 啊 所去的地方 他必须去参观这些艺术 艺术品 他对于艺术还是有一定的 嗯 那种执着的追求 然后他像这种那种 那种街道的艺术啊 像这种那种那种抽象的艺术啊 博物馆啊 还有这种就是 庄园啊 这东西 他是必去的 所以那天我就陪他 又去这地方 而庄园是挺大的 好像是在15亩地 然后这里面好像几十 几十间房子 是非常大的 嗯 在外面看不解很大 进气里面很大 还有非常大的那个 三问就那非常壮观 嗯 但是那个气候确实在那个 其实太热了那天 那第三天是非常热 虽然早上也是下雨 但即使下雨 温度三四月度 也是感觉像四十度一样 就在那 现在在那个什么 就是现在室外的烧热一样 感觉就是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们在外面撞了一圈之后 还是都赶紧到那个室内去 啊去去走一走 室内是有空间吧 就似乎多 然后呢告诉大家 这地方我抓到的第一只蚊子 啊 所以在Miamese还是有蚊子的 特别在那个草林比较多地方 嗯蚊子还是不少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 差不多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吧 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就坐到Uber 跑到这个叫 呃 维尼斯 铺就是维尼斯 泳池 这地方 呃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泳池有100多年历史了 呃 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游泳 所以那个 这个也是我儿子 呃 搞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有这地方 然后我们就做Uber 跑到这地方去 呃 然后这个 他这个泳池是 他是用地下河水 然后非常大 他有六十六十四万加龙 六十四万加龙水 你就可以想象多大 然后他那个泳池吧 好像那个长河宽好像五六十米吧 就长是五六十米 宽是五六十米 所以大家能想象 比一般游泳池要大很多 大好几倍 所以我们在那边差不多待了一个多小时吧 游着挺爽的 然后那里面还有瀑布 还有那种cav 就那种水洞 水凉洞 呃 所以挺好玩的 那水温挺舒服的 呃 在那边待了一个多小时 呃 因为我们没有吃中午饭嘛 所以在那边待了一个多小时 游了几百米以后之后 还是有点感觉有点饿 所以我们就 起来后就叫了Uber 又去吃了 这个镇叫Color Gables 这地方是那种就是upscale 对 这就是比较富人区吧 所以他这地方那个街道 那个 美食一条街吧 有很多餐馆 呃 所以我们可以很多选择 我们因为 前几天吃很多炸东西啊 那种 对辣东西啊 什么东西 后来我们想那个去吃点那个 蔬菜吧 所以我们挑了一个就是地中海 呃 风情的那个中餐呃 的午餐 然后那个 它里面就是我挑的是牛 呃 盐肉 嗯 我儿子挑的是那个鸡肉 然后呢 盐肉那挺好吃的 那我觉得味道挺好的 然后它里面有差不多有一半是沙拉 然后其他是那种米 大米 就是那种煎煎的大米 呃挺好吃的 我们这种钱都干掉了 平常我那个 时间是不大的 但是可能那天有勇吧 那还有就是说挺好吃的 所以就把它干掉了 然后干完后呢 我们就在这边 不太想转一转 因为这地方很多商店啊 后来 走的 一百米吧 就不想转 太难受了 然后我们就坐着 又叫了Uber 嗯 后来十几美金吧 就跑一跑这地方去了 为什么到这地方呢 因为我们有下一个任务 就是到那个 做那个叫Speedy Boat 就是那种快速游艇 哇 这个挺不错的 我们这边等了一个小时吧 做人很多 买票 然后排队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终于坐上了这个游艇 然后这游艇呢 带着我们 在这游艇 带着我们在这里撞 跟那 跟前一晚上的Cruise 那个旅程吧 差不多 但是他他走的更扬 因为他速度快嘛 他一下子走 然后跑到这地方去了 跑到那个South Beach 这个尖的地方 然后 就跑到这地方去 然后又跑回来 然后这中间 哇 又介绍这些地方 然后在这边 还有那个Speedy Boat 真的是不错 很好的感受 很刺激 就是激情和速度 这种感受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 但是当然在 在安全的强力下 对吧 你知道这种感受是非常舒服的 前面看了那个 大游龙 几百米开外 开着我们这个游艇 我们就快速的游艇快艇 几分钟 嗯 就是超过他 然后我们在这边 碰到两个游艇 然后看到这些对岸的这些高楼 哇 那是快速的前进 感觉是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在这边 又看到这个Fish Island 又介绍这边的那些名人 在这边的买的那个 对 还有那个Tagwood 就坐这地方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地方 又回去了 在这地方往几个项目 然后还是觉得这个Speedy Boat 啊 这个快艇这个 这个 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印象最深的 OK 所以那天就是在这边 玩玩之后 差不多就四五点了 然后我们就 又找到地方吃 吃的地方 就找到一个相当于market place吧 去吃了一些 或者吃了一个日本捞面 然后我儿子吃了一个那个 那种比较那种 装做的那种 特别的汉堡包 然后我们吃完喝足了 我们就 坐着火车 从这地方 就往那个机场方向开 啊 不得不说啊 他是他这边的那个交通 还是挺方便的 虽然到那个South Beach的话 不太方便的 基本上靠不着Uber 那巴士要等时间长 但他这边这个 这室内到这个 还是这个交通还是可以的 这个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话 还是挺方便的 我们差不多花了半小时 从这里坐到这地方 然后他那个 费用2块5 2块2毛5 两个人4块5 挺挺挺好的 比别的地方 应该便宜很多 从我们到这地方 然后就不安检 然后就 在这边等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就上飞机 然后就回过来了 所以这就是三天三夜 这我们这三天三夜 所做的地方 所挖的地方 所见所闻 还有所吃的美食 好 现在我们就是 来跟大家算一下 我们这三天 挖的费用是多少